大家好,欢迎来到昆蓬居解说战争雷霆 在我们面前是一局空力结束 昆蓬居又是雅克三八 直接在没有高涨加成的情况下 一个三个击杀 并且开了一个三百的礼包 直接拿到了一万四的研究点 并且先拔头头再加两发导弹 正好把这个苏西币给开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苏 我们现在暂时还买不了 这个苏霍一和米高阳 当然都是苏联在二战冷战 都是很重要的飞机设计局 但是在目前游戏中 肯定是米格是一家独大 但是之所以昆蓬居没有继续研发米格二一 那是因为我们授予限制 因为需要六级载具五个 才能继续往后研究七级 那么为了增加一个六级的载具 昆蓬居也就选择了苏西币 但是为了研发它 昆蓬居不惜于直接把拉这条线全部给研发出来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 一一购买 一个 然后拉五的一个改型 然后再往后面 就是拉七一万七十七万 然后再往后面 拉七的一个改型 十八万 拉九二十四万 终于到了苏九二十七万 拉两百三十七万 拉一五四十二万 这些我们都先不培训 然后最后终于到了苏西币五十万 我们也是在没有银丝打折的情况下 直接把他们全部印买出来 反正银丝比较多 因为它研究点需要三十八万 但没想到在本周的一个小更新里面 直接把苏西币六级载具研究点降到了十八万 而且之前米格二一 沙马特和比斯是平行的 现在把比斯给叠上去了 这样呢 也直接使得我们研发二三M变得容易了 这样一来 也就使得昆蓬鞠得以在最后的时间里面 把苏西币给干出来 不过呢 这件事情可以说叫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因为之前昆蓬鞠在干米格19和21F13 这两个飞机的时候 本来我们也是在三十八万 三十九万的情况下干出来的 现在他们俩也直接降到了一个十八万 一个二十七万 然而昆蓬鞠就换了一个号 才能看到没有开出来所需的研究点 这也真的是 这个官方稍微一个改动 直接使得昆蓬鞠大量的努力白费了 之前改装件改变可以返还银丝 但是像这种研究点的改变 不知道会不会返还研究点 不过anyway吧 毕竟现在官方对于各个系的空军线 都还在做出巨大的调整 而且不断有新的顶级各种攻击机或者是战斗机的加入 所以不管是买金币礼包或者是开线都可以缓缓 都可以这个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的 不过呢 无论如何这一次也是不影响我们把这个活动给搞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昆蓬鞠这个坦克手之星直接是12颗星全部拿到 那么势必呢也就拿到了最大的一个奖励 也就是这个BMD4 我们呢直接就在这儿给大家使用出来 一个8.7轻毯 成员组呢我们暂时就不选择 我们先可以看一下 他在苏联陆军的科技术上面 直接也是来到了一个六级 不过呢 其实8.3 8.7这个权重 苏联的轻毯已经很多了 BMP3 685工程 BMP2M 再加他 四个都是 不过呢 这个车 已经有很多人 各种试驾都已经出来了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当然也就是他的这个导弹 有一个 有一个套索750的串级装药的导弹 他的装填时间好像就5秒 而且备弹量是30多发吧 这个是比较吃香的 其他呢跟BMP3有点像 一个30毫米炮 可以打5150托克生甲弹 一个82穿 此外呢 那激光色距宜 夜市热成像 然后这些都是妥妥都有的 有烟雾弹引擎烟雾系统 还有观瞄以及空军支援 所以这个车应该综合性能 在所有不战车里面应该是最强的 好 当然这个路上的一个大奖 此外呢 我们又看这个空中的一个奖励 首先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 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这次这个飞行员之星啊 这个实际上只完成了 11个 因为中间有一个呢 这个没有能完成 不过呢 我们完成11个也已经足够领取对应的奖励了 两个 包括这次的最大奖 也就是英系的这个掠夺者 S1我们直接把它兑换出来 一个8.7权重的攻击机 好 我们来到看这个科技术里面 它呢 直接是一个6级的载具 这样我们也能研发7级 不过是个银丝载具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各项的基本的改装件 它是一个掠夺者S2的一个前早期型 改装件上面呢 它的基础版是4个1000磅的炸弹 其他呢 有一个小豆拳 空地导弹 其他比较正常 终点看看我们它的挂载 挂载上面呢 比较吸引人的 有8个1000磅 此外呢 还有4个1000磅加4个小豆拳 或者是4个火箭弹槽 其次加4个1000磅 其次呢 还有可以直接就挂载4个小豆拳 或者呢 直接是火箭弹槽 它跟这个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绿多者S2 它一个9.3 它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 它有这个热烟弹干扰物 这个是这个活动载具所不具备的 此外呢 小豆拳没有变化 对于挂载上面 其实还要少一些 它显示的是16个1000磅 实际上4个1000磅 加小炸弹 或者呢 就可以挂空空导弹 这个是S1不具备的 不过呢 降卫蛇9B 其实也就属于很基础的一个空空导弹了 此外呢 可以 总体说来 这个属性其实变化不太大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除了有这个飞机之外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涂装 这个736 这个涂装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点 好像也没太大吸引力的样子 刚才我们还说漏了 对于苏联的BMD4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涂装 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外观定制里面 它好像是一个沙漠的一个涂装 这个涂装看起来变化还比较大 对吧 可能还比较有用 具有实用性 好 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也来说刚才埋下了伏笔 之所以我们这个空中任务啊 有一个没有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可惜 之前讲亚克38锁进击杀的时候就说过 它其实击杀是非常容易的 助攻呢 也可以通过在路阶里面 上飞机去完成他们俩 所以呢 难其实是难在其他的 比如说获得9场胜利 昆盟军这波呢 只获得了8场胜利 这个那次甚至是玩了两个多小时 把各种权重各种场 空力空接都试过了 最后也没有能够完成 所以是真是寒恨而终 所以呢 从此之后 昆盟军也就直接开始用完成另外一条 也就是轰炸 比如说这一颗星 最后一颗星就是完成 当然就是13吨了 不是13000吨 之前就说过 完成这一条实现的 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尤其是对于攻击机 它不仅可以带空空导弹 当然也可以挂载炸弹 因为攻击机的出生点就要靠前一些 所以挂载炸弹呢 也是有优势的 不见得非要把它当作战斗机 或者空优机去玩 可以把它当作轰炸机去玩 空优机之前也讲过 像突鹰这种喷气式轰炸机的一些玩法特点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类比 不过除了这个亚克38之外 其他的一些系都有 对应的这个金币机 可以用来当轰炸机 比如说像英系的猎人FGA9 它的挂载里面除了有空空导弹 像尾蛇 当然也有四个1000磅 而苏联的亚克38 其实还要弱一点点 因为它在挂载上面啊 它只能挂两个1000磅 当然500千克就差不多1000磅了 或者是两个 以及两个500磅 然后德系呢 昆蓬具有的一个金币飞机 海鹰马克100 这个飞机好像还没有单独坐过 它的挂载就弱很多 毕竟权重只有8.0 只有两个1000磅 最后呢 还有一个F86续光 它的挂载呢 也是一个两个1000磅 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一次呢 昆蓬具有准备 作为这个夏季活动 中章也算是把亚克38为主体 再进行一个讨论 会分成不同的扮演的角色 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 包括作为轰炸机 或者是作为战斗机 或者作为空优机 对应的一些思路 好 下面就进入昆蓬具讲 片子环节 说起轰炸基地这个任务 那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的 肯定是轰炸机 或者远程轰炸机 但是啊 好巧不巧的是 昆蓬具这个号 轰炸机 不管哪个系 主要都是白板 成员主机能点也低 而且最关键的是 对于这些远程轰炸机 挂载量少 那么投弹效率就很低 所以啊 不管是接机 还是历史 开出去 基本上就被别人击落 根本都飞不到 敌方的基地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啊 最直接的办法呢 肯定是用金币机 用金币机 至少它是完全体 而且这个成员主 通过比如说 玩战斗机 也能把它成员主给提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昆蓬具就有了这么一期 阻止 就是用战斗机 或者攻击机 来充当轰炸机的任务 好 作为远程轰炸机 除了它有一个高空 投弹手视角 可以在高空投弹之外 它还有很不错的 向后或者向侧面的 智慧火力 这是它的优势 但它呢 总体说来飞机比较大 机动性差 而且速度上不去 那么如果是战斗机 攻击机 比如说我们这期 主角之一的雅克38 它一开始 作为攻击机 有一个初始的高度和速度 而且作为俯冲轰炸的话 其实跟轰炸机 操作起来差不多 手感是差不多的 速度还很快 可以很快的逃回基地 进行一个重新装载 还有呢 就是战斗机或者空游机 比如说本期的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猎人FJ 之前昆蓬局也用它讲过空力 它也可以携带炸弹 甚至是携带火箭弹 而火箭弹呢 也可以向敌方基地进行投射 也算在轰炸基地中 最后呢 还有一些截击机 截击机如果它本身就没有挂载 比如说像秋水啊之类的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对基地进行一个攻击 总体说来飞机其实也就分成这么几雷 当然舰载或者不舰载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了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对于投弹本身 我们针对的是在没有火控计算机的情况下 其实之前讲凸鹰的那一期已经重点分析了 大体说来呢 就是攻击机一般都可以挂载多用途挂载 可以挂载空空导弹的情况下 还挂载炸弹 而战斗机呢 普遍就是挂载炸弹 就不能再挂空空导弹了 还有就是重点提前量 投弹提前量的这个预估 要考虑自己的速度角度 还要总体说来是一个经验性质的 这个困盟局今后准备在 陆立中投弹进行详细分析 就不在这次详述 此外呢 因为我们总体说来 在没有投弹手视角的情况下 困盟局都采取一个俯冲轰炸 所以全程都保持低空高速运动 这样的话 既可以避免被敌方给太多人锁定作为目标 同时呢 也不用在到达基地前再进行一个降低高度 对吧 这样一来的话 我本来就是只距地面就100多米 在这种情况下 投弹就比较容易掌握 一旦投弹完成 急速返航 不管炸到炸不到 都是返航重装 如果一轮完成 比如说炸掉了一个基地 一般是0.6吨左右就可以炸掉一个基地 那是保底完成任务 如果能够重装进行多轮轰炸那就更好 实在是被击毁 当然这也是大概率事件被敌方的战斗机截击机击毁 那直接重开就行 毕竟金币机也不会亏 而且我们任务就是要完成轰炸 对吧 好 还有一点特殊的 像攻击机它可以炸弹加导弹的组合 这个在按键设置里面要注意把它俩分开 因为昆蓬机之前一般把它们俩射到一起 现在昆蓬机通常是把导弹射成鼠标右键 本来右键它是一个视角放大 这个我们就用Z已经能完成了 对吧 不管路战空战都是用Z键 那么就可以把右键解放出来 用来发射空空导弹 炸弹还是用空格因为习惯了 然后第一波刚开局的炸弹可以直接抛掉 这样的话可以拉伸高度去进行一个空优 等打到了差不多的残局回去重装 然后再去完成轰炸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个小细节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根据厂商形式进行一个判断 不过这个炸弹丢下去你别丢到自家基地 虽然空优区没有试过 但是有可能会误伤几方的防空炮 这个是要赔钱的而且很贵 好最后也就是本期最重要的 当然说了这么多了已经才来到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被摇尾的情况下该怎么应对 之前本来对于轰炸机空优区是准备做的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不过这次呢我们先说 对于攻击机和战斗机如果被摇尾应该怎么处理 正是由于刚才空优区提到 如果你带的是炸弹尤其是想要当量高的话 那么一般说来你是没有空空导弹的 在这种高级到顶级的空力场没有空空导弹的话 那就只能用机炮或者机枪 那实际上就当作二战飞机在玩 那就更需要考验这个勇气耐心和技巧 首先最直接的方法那就直接狂奔就行了 这就适合于比如说你在空力作为班长 对空力其实也有班长和壮丁之分 而且非常明显对吧 甚至比陆力还明显 因为你就一辆车不存在重生点的一个补偿 如果说你是在班长皇 那一般对方是追不上你的 比如说你都能破因素 而别人都是些高压因素 那就没得说直接狂奔就行了 而且啊现在机场从之前的 比如说像什么约克中士 现在都是升级为罗兰 在高级到顶级场 都有罗兰防空导弹 所以敌方一般说来 看你离机场几公里的情况下 他一般会选择不再追了 因为追的话有可能被反杀 还不见得能够把你击杀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有一个细节就是 你要时刻的按着C回头 看敌方距离你的距离 这一点呢 系统是直接给你展示出来的 这个是不用推测 所以总体说来 只要看到距离再逐渐增加 那就安心了 因为敌方一般距离增加到两公里 他也会放弃对你的追击 但两公里以内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 两公里以内导弹还是能够打得到 如果是一公里以内 那也要注意 机炮都打得到 好 如果说你跑不过敌方 比如说敌方其实是一个班长 你是一个大壮丁或者小壮丁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得考验很多东西了 最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转弯 转弯如果说你本来激动 你的权重比对方低 说不定你激动本来也不急对方 但在由于你的速度 要相对低一点点 所以呢 说不定转弯反而能够摆脱 在转弯的时候啊 如果你的成员组技能不高 会出现红式或者黑式 对吧 屏幕会变黑或者变红 在这种情况下 生死攸关 那肯定不管了 直接拉就完事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对于飞机比较差的情况下 机翼有极限过载 机翼都会折断 这个呢 对于远程轰炸机比较明显 对于战斗机其实还好 一般拉不到极限过载 就已经失控了 对吧 黑式到失控 好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转弯的过程中啊 有可能你会绕到死的敌方 因为他速度高嘛 他的转弯半径可能比你大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他会飞到你的前面 会出现一个比较 有趣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进行一个截击 比如这张图 宽风鞠是雅各38 被一个钥匙给截击 然后我的速度本来比较低 而且被打残了 我一拉转弯 他也拉转弯 但他转弯半径比我大 所以他还变向的飞到我前面 而且暴露的是一个 相当于机体的一个上方 宽风鞠就直接拉了一个提前量 把他打了致命 甚至是击杀 好 更多的情况呢 是转弯 其实你也转不过对方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以考虑一种特殊的方式 就是直接减速 因为敌方如果是在高能的状态下 或者高速打低速的情况下 他你要是一减速的话 会直接冲到你的前面去 这样你就反过来能咬尾咬住他 那就要突然把截流阀关到零 同时打开减速板 而且还可以左摇右晃 实现减速 好 这种情况下呢 减速之后 那你既然反咬了对方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用正常咬尾的方式 去对敌方 当然也是要拉提前量的 因为你没有空空导弹 所以必须要用机枪机跑拉提前量 根据你的这个弹链的出膛速度 进行一个经验的判断 当然这也不是本期的主题 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当你转弯或者减速拉完过后 出现了跟敌人头对头 这是非常经典 非常经常出现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啊 首先你要判断敌方的速度 以拉提前量 因为方向是已知的 对吧 都既然头对头了 而距离也是直接显示出来的 一般在两公里左右 就可以开始打机枪或者机炮了 这个速度啊 提前量跟这个速度是直接相关的 如果它飞得很快 那么提前量就要拉好 当然这个方向呢 也就是说它是朝你来 但是它飞过来 是在你头顶上方飞过呢 还是下方飞过 这也是都是经验判断 好 还有一点就是注意敌方它是单坐还是双坐 如果是双坐飞机有时候直接显示致命呢 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击杀 所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打的位置啊都要思考 不过呢 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秒 毫秒的时间范围内 也想不了这么多 所以呢 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倾泻火力 也不要管弹链多少了 打就完事了 对吧 能够换掉那肯定不亏 像这一波昆蓬剧就是遇到一个 又是跟一个钥匙对着头 它直接跟我们冲过来 我们就直接打 再打到对方致命的情况下 我们还很侥幸的存活了下来 即便被对方也击杀 甚至是撞击 其实都不亏 对吧 如果有余力的话 打出对方致命 还可以再拉一下方向 躲避敌人的弹链 对吧 当然这都是 这都是瞬时 电光火时之间 不见得能够完成那么多的操作 这些我们后面素材 都会给大家展示到 我们这只是一个截图 还有更加离谱的 昆蓬剧在拉完 这个转弯过后 已经出现彻底的失控 不过呢 因为失控的情况下 还能做一些轻微的操作 比如打气泡 或者是关节流伐 所以这一波呢 昆蓬剧也是凭着 在失控前 对敌人的一个飞机位置和速度的预判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把敌方击杀 就是用猎人 这后面我们素材中也能看到 所以这也是比较有趣的局面 好 还有一点就是 你没有导弹 但敌方有空空导弹呢 所以敌方空空导弹发射之后 我们因为导弹也会显示距离 所以我们也得时常按着C往后看 在这种情况下 那肯定更加要拉激动 对吧 不拉那肯定死 而且更加不要怕 这个黑市或者极限过载 即便机翼断裂 甚至是坠机 其实呢 哎呀 也不好说了 你如果说就是不想让对方拿到击杀 那你就坠机 如果你想拿到 因为毕竟你被敌方击杀 你也会获得一点分数和研究点 那么其实击杀就击杀 也没什么重开就行 最后呢 就是如果说敌方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有 血有余力 对吧 就可以用弹链去舔地 就把它当做一个二战飞机 但尽量不要坠机了 要把这个机头能拉得起来 如果说能够实现一换一 把敌方飞机 那绝对是血转 在有轰炸基地的情况下 再能拿到击杀 那肯定对于你研究开线 或者完成这些任务 都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刚才说漏了 比如说这一波 我们就是被两个飞机给追 然后呢 这个肩五出口 还发射了一枚导弹 我们看到过后立马拉机洞 并且还能把它反杀 也就是刚才那个反杀的图 是接着的 所以总体说来啊 这个不论是什么飞机 只要你能挂载炸弹 我们都可以当做轰炸机去玩 而且轰炸机也不见得那么好欺负 对吧 我们有这么多的策略 逃跑或者应对 甚至是反杀 所以这也就是起到一个 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然了 昆布局这次选的都是金币机 如果不是金币机 只要是完全体 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既不是金币机 也还是个白板机 那就只能说随缘了 对吧 就比如说这次 很多玩家一来 一拿到了这个 音系的这个活动载具 就直接把它拿出来打空力 那你基本上是妥妥的送菜的 因为白板嘛 对吧 我一般 雅克38遇到 就优先选择他们做目标 不过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再给大家分享 雅克38 这个三杀四杀的一些 精彩素材 好 那我们下面就回到游戏中去 雅克38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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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有ально 雅克40遇到 雅克38遇到 雅克�ätz 有雅克38遇到 雅克43遇到 雅克摩 不再用 很合肯 敍 写 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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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